在您的印象中 刘伟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哎呀 帅气 而且那时候那相声说的时候 过去啊 你像这些影视作品什么都少 我们完全靠这个 是吧 晚会啊 晚会啊 就是说相声 就天天听他们这些相声 帅气 说得也好 哎呀 给我们逗的经常是捂着肚子笑 刘伟老师这个 太高 太高台武 对艺术确实是比较执着 你看他现在一说是进入影视什么 实际上呢 本身他就有这个天赋 有个天才 刚才那场戏演的那个经历 是吧 松弛 很松弛 很松弛 一点不做 这要不是您在后边点播我能演那么好 也太不对 就跟那个小帅哥一样 我对刘伟老师第一次呢 也有这个就 现在看啊 也是点小偏见 我第一次觉得刘伟老师是个特内向的人 我实际上是内向的 不是 我后来发现您很会讲故事的 我不是 我自打一 就是一打酱油吧 我这性格豁然开朗 就一下变得开朗起来 就您在就是 整个这个事业之路上啊 我觉得其实还算是很顺利的 顺利 对 你想想那么年轻上春晚 有几个人呢 而且比他们年龄都小 这个应该是沾这些个老师的光 特别是沾我师父的光 应该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在那些相声演员里 您是长得最帅的 你说太对了 其实长得你这么好看的能出名 这真的是个奇迹 这不是这个 现在是旭东出名了 对 这个很正常 长成他这样一夜就能成了名 哎呀 帅 哎呀 哎呀 哎 那我觉得呀 杜老师呢 就是因为他特别真诚 对 他永远都 接地气 对 你要说杜老师 您怎么长这样 哎 我就是 确实长得不好看 怎么怎么 他越这样说 大家越喜欢他 但是我没有承认我长得不好看 那真是 那真是 这一般来讲就不好看了 这 不是 您这演的这个好人吗 这肯定不是好人 不过这个是您的本色 本色 这是本色 只要 多有特点 穿上衣服 真的杜老师 特别有特点 对 演员呢 不需要多么漂亮 多么帅 就必须有特点 嗯 就说帅也得帅出特点来 嗯 像杜老师呢 难看也更得难看出特点来 对 我们 单身人杜老师 就算长得没有帅 可是人家家庭幸福呀 对吧 杜老师的婚姻 幸福不幸福 幸福 但是我告诉你 他其实是骗婚 跟你一样 怎么就跟我一样 不是骗婚吗 他骗婚 他怎么 他当年去 这个找嫂子的时候 为了不让嫂子看出来 他长得这个个儿 跟盘长娘一样高 躺着沙发上 把腿伸着 这么躺着 躺着相亲 侧 侧着 侧着 哦 侧 就嫂子 坐在沙发上 没站起来 是不是 你看 这是一招 对 介绍人说了 说了杜续东 一米八五 一米八五 沙发你只要坐下 把腿伸出去 确实 你绝看不出 你架在这个沙发呗 看不出你多高 看不出你多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